第九十一章 突然袭击 当五个人回到一楼大厅的时候 正是中午 餐桌上已经摆上了午餐 人们不约而同抬头望了望墙壁上的钟表 见其依然是垫色的花纹 便都暗暗地松下一口气 随着MPC呼唤大家出来吃饭 四个房间里劳作的人 才陆续地走出来 大家像是约好了似的 向所有人展示自己的双手和衣服口袋 以证明自己绝对洗干净了手 而且没有污染颜色的企图 大家围坐在最大的餐桌周围 擒刺甩先说 也许是心里有压力 所以今天的工作算是超水平发挥 从早上到中午 我已经完成了两罐半 大家都点头称赞 魏东也跟着说 我也完成了两罐多 心里就想着赶紧把活干完了 下午大家一块找签名 石震东有些惭愧 我的手有些慢 只完成了将近两罐 已经很不错了 众人说 郭丽霞活动着手腕子 今天手腕子有些不舒服 我就做了一罐多 米威看了看郭丽霞 咱们还是抓紧点早点完工吧 下午不知道还会有什么状况呢 郭丽霞有些不高兴 不是我多嘴啊 你们这组人最多 昨天上午是小苗留下来干活的 今天上午是秦大夫 按理说秦大夫有经验又是男的 力气也大 应该出去找签名才对 姜果筑存又不是什么大力气活 比以前做西红柿酱还省事 你们现在这些女孩子 就是太娇气 逃避劳动 米威被无端的抢崴了一通 气得是吱打哆嗦 郭丽 你既然不是力气活 你不也干得最慢最少吗 你这死丫头骗子 郭丽霞有些急了 我的手腕子是今天早上受伤了 我们组长摔起来 踩到我手腕子上了 你这不干活还挑起别人的不是来了 米威气得哭起来 十分的委屈 剩下几个男人急忙相劝 柯循最先看的是郭丽霞的手腕 郭姐 你怎么不早说啊 现在还疼不疼 郭丽霞摆摆手 没多疼 就是使劲的时候有点不利索 我现在是心疼 被气得了 干活还干出不是来了 郭姐 你好好歇会儿 后头的活儿让柯干 魏东也在一旁哄着郭丽霞 还准备帮其揉一揉手腕 木逸然却突然拉住 魏东的手臂 不懂声色地将其拉到了一边 让柯循来吧 或是他闯的 好嘞 柯循捞起郭丽霞的手腕就揉起来 咱毕竟也是运动员出身 对着跌打损伤的按摩 可是相当专业的 郭丽霞的面色 这才逐渐地揉合起来 那边 米薇也在众人的劝说下 渐渐止住了哭泣 午饭之后 柯循向大家讲述了 今天上午的发现 昨天城堡的其他建筑 都是大门紧闭 我们是不是可以从 迷宫的地下通道 进入到其他建筑内部呢 秦次说 我只是想不明白 那些制造地下通道的人 应该也属于画中人 难道这些人 也没有城堡的钥匙吗 米薇说 那一瓶红颜料 能从城堡里运到迷宫里 这个事肯定是凶手干的 把人炸成红颜料 就是那人给干的 郭丽霞也难得献计献策 米薇眉头微皱 凶手就是画的大boss 怎么可能没有城堡的钥匙呢 郭丽霞冷笑一声 凶手也不见得 就是城堡的主人 万一是城堡之外的 什么东西呢 大家听着两人的分析 越来越不对味 魏东急忙说 大伙说的各有道理啊 咱们现在趁着天亮 应该从地下通道进去 说不定真能摸到 城堡的其他建筑里 郭丽霞和和一笑 这种酸地道的活 恐怕就不适合 女同志来做了 魏东急忙摆手 我钻 我和柯钻 你们在外头等着就行 所以说呀 郭丽霞的嗓门大起来 女同志还是留在 各自房间里干活吧 反不成工作任务 也是违反规则的 米薇的脸色非常难看 我觉得强调这种男女分工 本身就是对女性的歧视 女性智商一点不比男人低 对于整个案情 我一直都有自己的想法 如果到现场去 也能帮着出谋划策 苗子佩觉得不帮着同学也不好 便在旁边低声地说 是啊 米薇脑子比我零 郭丽霞就像没听见 苗子佩说话似的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米薇 你行你上啊 你不是不讲用男女分工吗 那你钻地道去 柯循正想上去劝两句 谁知道 郭丽霞的力气比自己还大 一下子就把科学给散开了 沐逸然的眼睛始终在打亮着郭丽霞 虽然充满了狐疑 但经过午饭时的观察 并没有在郭丽霞身上 看到任何可疑的痕迹 他身上没有危险的东西 朱浩文的声音轻轻传过来 但是他的状态的确反差 所谓危险的东西 在这个画里 自然是有可能污染颜色的东西 郭丽霞还在那儿嚷着 你不是有本是吧 你不是女强人吗 那你钻地道去 到现在我也没见你解决什么难题 不就是想给自己偷懒找个理由吗 你这种人 我见多了 米薇气得是浑身直哆嗦 我没必要用钻地道 证明自己的价值 我有专业的美术知识 和缜密的逻辑思维 我能办到大家 有些人就只配干体力活 你就偷懒耍华吧你 以前在我们厂 有好多你这样的女工 为了少干活 陪副厂长睡觉 郭丽霞的唾沫星子 直接喷到米薇的脸上 泼妇 没文化的泼妇 被抛弃的泼妇 米薇的声音撕裂了 开了叉 拿起桌上的一只苹果 向郭丽霞砸了过去 郭丽霞定然是不甘示弱 模糊一般地向米薇 扑了过来 一把抓住米薇的头发 抓得米薇直翻白眼 男人们赶紧过来劝架 一边两个人死死拉住 这两个疯狂的女人 咱们在话里能够活下来 重要的就是团结 石阵东终于开口了 如今就剩下你们两个女同胞 更应该互相体谅 米薇低着头 委屈地哭起来 郭丽霞松开手 扔掉了手里 拿下来的一把长头发 也不再说话了 众人歇了口气 亲自再说 咱们得把剩下的活干完 然后去迷宫那 尝试钻地道 苗子佩急忙说 咱们组留下我吧 就剩下半剐了 我来干 米薇擦了把眼泪 什么都不说 柯巡也说 郭姐的手腕受伤了 剩下的活我干 郭姐 你就在旁边歇会儿吧 魏东说 我干顺手了 我还接着干吧 穆老大去找签名吧 朱浩文说 我留心 把剩下干完 分配完任务之后 大家各回各屋 准备加把劲 赶紧完成任务 米薇揉着疼疼的头顶 兴兴地准备和剩下的人 一起出去继续找签名 谁知道 走过到郭里霞身边的时候 这个女人突然抱起 抓紧米薇的钱筋 像扔纱带一样 怼了出去 脸上是疯子一样的表情 谁是被抛弃的泼妇 谁被抛弃了 你去死吗 这一下太过突然 很多已经回房间的人 都没反应过来 怎么回事 米薇薇暴力推出去很远 直接砸下了蓝色房间的大门 整个人摔进了蓝色房间 大厅里只剩下 锅里霞梦一般的男男声 你去死吧 你去死吧 接别人伤疤的人 都去死吧 米薇倒在蓝色房间的地板上 半天才爬起来 脸上写满了惊句 和不相信 自己就这样 瞬间沦为了 污染颜色的人 柯循急忙将米薇扶起来 所有人都不知道 该怎么劝慰米薇 一时又都后悔 自己刚才太过大意 因为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 人们甚至连责怪 郭里霞的仙子都没有 米薇此刻向一只受伤的野兽 冲着所有人哀嚎 我忽然了颜色 我今晚就要死了 米薇的表情突然变得有些阴狠 死死地盯着锅里下 我死了 你也别想活 你们都别想活 快把他拦住 众人在房间外急得干瞪眼 柯循只能将米薇反手钳制住 但是仍能感觉到对方的剧烈挣扎 要死 大家一块死 只要我活着 我就让你们所有人都忽然 米薇就这样 被柯循推出了蓝色房间 沐亦然直接用手中的绳子 将米薇捆了个结结实实 对不起了 米薇整个人疯狂地痛哭起来 眼睛恶狠狠地盯着锅里下 你是杀人凶手 是你把我杀了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锅里下仿佛这时候才清醒过来 表情有一点害怕 尽量不去看米薇的眼睛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今天会发生这么一段棘手的差距 本来的计划也差不多被打乱了 秦次勉强道 还按之前计划的干活吧 把活干完再说 石阵东摇了摇头 至少得留下一个人看着米薇 这么算起来 去酸地道的人只剩下了三个 太危险 还是大家先留下 把活干完吧 米薇此时却突然发出哀求 请求你们把其他颜色泼在我身上吧 如果这样的话 我就不会被那个大包子炸取颜色了 起码还能像贺雨和叶宁晨音那样 死个痛快 众人本就心里难受 听了米薇的话就更加难过了 柯薇强领自己打起精神来 别这么消极 说不定今天咱们就能找到签名 那样就不会发生死亡事件了 米薇笑着摇摇头 怎么可能呢 就算能进入到城堡的其他房间 也不可能用短短一下午的时间 把上百个房间找完 快点吧 求求你们了 让我死 也死个安心 突然 一片绿色的枝叶 洒了米薇一身 朱浩文站在身旁 手里捏爆了一个绿色的浆果 米薇惨笑一声 谢谢你 墙壁上那个钟表 已经变成了纯绿色 那正是黄色和蓝色结合的颜色 但是 大家都没有刻意抬头去看 关于昨天晚上 影子拖动新贝贝的事情 大概又眉目了 穆毅然 突然说 穆毅然的这句话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包括已经绝望的米薇 从昨晚 从昨晚科学的观察来看 新贝贝是被两种力量制约的 首先是他自己的影子 其次是遏制在他脖肩的无形人 穆毅然的声音在极安静的大厅中有着轻微的回响 每个人都全神管住 只有科学开了个小差 他叫自己的名字 还真好听 穆毅然继续说 之前大家分析过 这两种力量如果共同进行 恐怕很难做到和谐统一 另外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这股力量 为什么要借助屋内的人来打开窗户 既然对方如此强大 那么开门开窗 应该都不在话下 石振东说 窗户是从屋内查销的 外面恐怕无法打开 可是 叶宁陈一又是怎么死的呢 穆毅然对自己的紫色房间十分了解 我们的卧室始终观沿着窗户 从不曾打开过 这个问题 大家倒是没有想过 之前贺宇和张天伟住在一个房间 他们之中有一个被画迷惑的人 就像心被围一样 给对方打开了窗户 所以才会放那个东西进屋 但是紫色房间并没有开窗 叶宁陈一又是怎么死的呢 这眼神太乱了 是不是那个大步子 就是为了把咱们脚晕在下手 又是颜色又是迷宫 现在连开窗户都成了迷了 魏东抓了抓脑袋 感觉头大了六圈 朱浩文却在一旁冷静地说 按照画中的各种提示 这幅画应该是有着严密逻辑的 只是我们还没有找到主线 朱浩文将目光重新回到沐亦然的身上 期待着对方给出答案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那个东西 我想暂且称之为影子 那个影子 是可以自由出入任何地方的 因为影子本就无形无态 沐亦然讲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们的房间都曾经被黑影笼罩 这就说明整个城堡都在其掌控之中 众人还是不接 那为什么要借助我们这些人来开窗户呢 沐亦然并没有在意自己被打断 继续说道 紫色卧室没有开窗 但是夜宁陈衣还是遇难了 这就说明影子是可以隔窗杀人的 无论夜宁陈衣还是贺雨 应该都是被其隔窗杀死的 之所以去开窗要借助他人之手 那就说明影子并不能够驾雨食物 这一点需要通过蛊惑人心 来找活人帮忙 秦次还是忍不住打断了对方 既然他无法驾雨尸体 又是怎么做到隔窗杀人的呢 活人本身就是尸体 这一点的确最关键 一旦解开 就可以破解整个谜题 沐亦然的语气逐渐加重 影子能够驾雨的只有影子 当整个房间被黑影笼罩的时候 那个巨大的影子 是可以遏制住 我们任何一个人的影子的 所有人都听着全神管住 影子能够驾雨的只有影子 这几乎是最标准的答案 亦然的意思是说 昨晚那个巨大的阴影勒住的 其实是新辈辈的影子的脖子 柯寻问 忍不住在心里暗赞亦然的聪明 对 沐亦然向柯寻投过来一记清凉的目光 我不知道在这个世界 影子究竟代表了什么意义 但在现实世界中 影子和实体是一致的 甚至可以说是灵魂相连 虽然说法有些荒诞 但是假如影子被什么人控制住了 那么实体一定也会受其牵连 遭受同样的待遇 朱浩文陷入沉思 我们之前分析过 那些被蛊惑人心的人 或许被蛊惑的是其影子 这个说法依然成立 我至今认为 新辈辈去开窗户的行为 是被其影子带动的 那么影子岂不是能直接 影子也不想死 沐亦然的目光 变得油深 人的影子受到蛊惑 为那个巨大的影子做事 但却并不想为它去死 所以会被巨影 扼住脖颈 强行脱离 同时带动肉体 也跟着离开 这就解释清了 第一晚 为什么会看到那样的情景 巨大的影子 遮蔽了整个窗口 整个房间变黑了 之后 窗口仅剩下一个 带状的黑影 那其实 是张天伟被拉动的影子 之后 经过窗前那一片 月亮性花纹 就是张天伟被强制拖动的身体 放到心被围身上也同样使用 巨影掐住了心被围影子的脖子 带动影子前进 心被围的身体被影子拖动 即使蠕动挣扎 但是因为窒息和力量的悬殊 还是被其强行拖走 所有的实体 在影子的拖动下 都显得摇摇欲坠 那大概是巨影 在间接控制实体时的 力不从心 我们的影子 其实就是那个终极巨影的媒介 很可能被蛊惑为其做事 最终还会被它变成 威胁我们生命的土盗 木亦然的声音冰了 听不出任何的感情色彩 柯勋望着 锅里下有些发抖的影子 不觉扭头看了看的这个人 这个人呆呆的 像是被吓住了似的发着愣 完全没有一点发抖的痕迹 柯勋的目光 再次转向锅里下的影子 那影子明明在轻微的颤抖 柯勋又看了看其他人的影子 却都是正常的 一动不动 柯勋倒抽了口凉气 表面上看不出什么 大厅里突然传出一阵 轻微的笑声 像是那种实在忍不住 而发出的冷笑 每个人都被这笑声吓了一跳 抬起头来望着天花板 以及大厅的各个角落 想找出那个隐藏着发笑的人 NPC的声音突然响起来 大家尽情地享受美好的劳作吧 下午茶将会为大家准备 蓝莓果汁和栗子蛋糕 那笑声分明来自NPC 这件事实在令人毛骨悚然 仿佛大家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一双暗暗观察的眼睛 最终大家决定一起劳动 等完成了工作再一起去找签名 当柯荀准备走进蓝色大门的时候 身后传来了莫已然的声音 小心 这两个字虽然有些冰冷 但却是甜的 像冰糖一样 柯荀点点头 忍不住看了看被绑在大厅里的无辜的米威 如果是因为被蛊惑了 心里反倒舒服点 留在大厅看守米威的 是莫已然和秦次 柯荀回到老左间 不经意的目光 先扫了一眼郭丽霞的影子 发现他已经恢复了正常 郭丽霞默默无闻地埋头劳作着 不再像往常那样快人快语 在柯荀的眼里 郭丽霞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郭姐 而是一个被蛊惑了的人 郭姐 别想太多了 你当时只是有些气氛 没能控制好自己的力道 柯荀强行令自己说着安慰的话 唉 我毁得肠子都清了 郭丽霞霞露出个无比悔恨的表情 好好的一个丫头 居然被我给害死了 是什么要卖后悔药的 咱们眼下要做的 是尽快找到签名 柯荀说 郭丽霞连连点头 对 找到签名 咱们就能出去了 米威也能跟着出去 柯荀点点头 心里却不觉得感慨这种蛊惑的巧妙性 被蛊惑的人并没有改变原本的性格 只是在某些被需要的时候被突然放大了某个点 这个时候的人就会变成魔鬼 郭姐 你歇着吧 你手腕子最好还是仰着 柯荀手上干着活 眼睛瞟了瞟窗外 你说 那个迷宫里藏着什么呢 我们今天明明在迷宫里听到了另外的脚步声 那个脚步声 属于什么人呢 迷宫里有别人 真是怪神人的 郭丽霞并没有停止干活 他现在正在把那些蓝色浆果的叶子都摘掉 不是说 凶手是个影子吗 影子 能在白天出现吗 柯荀尽量不去看郭丽霞 以免自己的眼神 暴露自己的目的 此时 低头将那些僵果放进玻璃罐 我也觉得奇怪 如果凶手真的是影子 那影子自己怎么能移动呢 总得被实体带动了才行吧 郭丽霞却否定了柯荀的说法 你说的不对 如果影子有实体 那他就不用靠咱们给他开窗户了 柯荀突然觉得自己和郭丽霞的对话有些好笑 因为自己现在是把对方当成影子的 可偏偏对方展现出的是十足的郭姐风格 我昨晚在窗边看到迷宫那儿有一个人 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只可惜离得远 看不清对方衣服上的花纹 柯荀说 那你们在迷宫里见他们那个人 会不会就是他啊 如果能听见脚步声 那就不是影子 郭丽霞此事的分析倒是很在理 我想看来 那个大影子让咱们这些人做的事 也无非是帮着他开窗户 或者是暗地里使无辜的人污染颜色 柯荀强调了这个暗地里 生怕郭丽霞突然灵光一现 明白自己推荡米威的行为也属于此类 郭丽霞突然看下了柯荀 组长 要是旁边有人拦着那个开窗户的人 能拦得住吗 柯荀呵呵一笑 拦不住 没到那个时候 整个房间的人都会产生无力感 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 更别提阻拦他人了 哎呀 那拦不住 也没招了 郭丽霞叹了口气 或许也有办法 柯荀饶有兴致地望着郭丽霞 毕竟白天这里是咱们的天下 我看园形建筑的大厅里 有绳子木板之类的东西 包括那个迷宫的房间里 也有很多工具 咱们完全可以自己 把窗子给盯上 郭丽霞并没有如期 做出柯荀想象中的惊慌表情 此刻甚至还流露出了 几分赞叹的神色 哎 这一法子好啊 到时候咱们把所有窗户都给盯上 柯荀不动声色地继续劳作着 好 等一会工作完了 就去订窗子 别管影子近不近地来 起码活人是拖不出去了 郭丽霞随后的声音又有些迟疑 我就怕咱们激怒了那个影子 那个凶手那么狠 万一一生起 把咱们全都给杀了怎么办 依然说过 在话里 所有的人都要遵守规则 包括 BOSS本人 第九十三章 本末倒置 剩下的时间里 郭丽霞和柯荀都埋头干活了 郭丽霞对于柯荀定窗子的建议 并没有太过反对 这让柯荀更坚定地认为 所谓影子的蛊惑 只会在特殊情况下发挥作用 并不会时时刻刻控制着这个人 被蛊惑的人所做的事情 更多是借助这个人本身的体能和智商 柯荀甚至庆幸地认为 幸亏影子选中的这两个人 不是很厉害的角色 假如被蛊惑的人是沐亦然 恐怕所有的成员都不可能逃出这幅画了 为了谨慎起见 当所有成员完工之后 大家都统一聚集在了大厅 并向所有人展示了自己的双手和口袋的捷径 柯荀提出了定窗子的想法 众人经过一番商议 认为这也是个办法 但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找签名 首先要去的地方是迷宫 大家顺便再从迷宫的房间里 拿到那些木板工具等等 临行动之前 柯荀还是去了个卫生间 在里面就与沐亦然不期而遇了 沐亦然摆给柯荀的是自己的绝美侧脸 顶窗子的计划 是不是你为了炸某个人临时鞭的 只或者木然也 柯荀忍不住笑得露出了牙齿 这种蛊惑和我之前想的一样 一旦到了合适的时间 有了合适的条件 这个人大概就会接受到灵魂深处的指令 木亦然在水池边洗手 不过我还是想不明白 郭丽霞究竟是什么时候被蛊惑的 浩文的声音突然响起来 柯荀忍这才从洗手间的镜子里看到了朱浩文 突然就想起昨天新贝贝 还骂她是gay来着 莫名间就有一点惺惺相惜 我也仔细推测过这个时间段 木亦然说 这个时间不会发生在上午老作的时候 因为我问过魏东 他一上午都没有离开我们紫色房间 所以郭丽霞是没有机会污染紫色的 怎么就能确定他污染的一定是紫色呢 魏东的声音也突然响起来 随即这个人就挤过来在水池边哗啦啦的洗手 柯荀歪了歪脑的看魏东 也说不清自己是从哪里得来的经验 基本上一眼就能看出 这个男人是直男还是gay 瞬间觉得镜子里出现了魏东的脸 令整个画面都不那么和谐了 朱浩文直接回答了魏东的话 郭丽霞污染的一定是紫色 因为它本身是蓝色 只有蓝色加紫色才会形成垫色 为什么一定是垫色 哦 魏东在大家鼓励的目光下想到了答案 因为从昨天截止到中午 芈威出事 钟表一直都是垫色 郭丽霞所造成的蓝色紫色的污染色 也正好是垫色 垫色从垫色进行转变 等于没有变 所以咱们不可能发现 柯荀一副如此可教的表情 话很狡猾 这样就会给咱们一种假象 没有人污染颜色 成员里没有被蛊惑的背叛者 所有人都会因此放松警惕 的确 正是因为这种放松 才让所有人都姑息了郭丽霞 朱浩文说 如果让这个时间七点的话 郭丽霞污染颜色的行为 只能发生在早饭之前 慕亦然继续道 早晨起床后 大家一起去原型县主 检查了新辈辈的遗体 那个时候所有人都在一起 不太可能出什么情况 照这样分析 最有可能出事的时间 就在石振东和郭丽霞离开大家之后 威东一头雾水 这俩人离开过咱们吗 他们干什么去了 柯荀也回忆起早上的情景 的确 当时石振东心情不好 一个人下楼 郭姐不放心 说要去劝劝 就跟在他身后 下楼了 等咱们到二楼的时候 还看见郭姐在那 语重心长地劝着他 众人不语 似乎也只有这个时间段了 一会儿我去问问石振东 当时的具体情况 朱浩文说 全体人员终于在大厅集合 苗子佩提议给米薇松吧 米薇或许能在找签名的时候 帮到咱们 的确 目前米薇是最迫切 想要找到签名的人 众人正在犹豫的时候 石振东却说 今天中午发生的事件 就是大家始料未及的 我们在找签名的时候 都要专注 不可能分心去照顾其他人 所以 还是暂时委屈一下小米吧 石振东看着米薇的眼神 很诚恳 你就在大厅 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米薇露出个 业余的冷笑 不再说话 要不 我陪着她吧 她一个人在大厅里 怪孤单的 郭丽霞仿佛要为自己赎罪 米薇终于冷横地出声 用不着 郭丽霞的话 却提醒了科寻 不能留人单独在大厅 于是 卫东和苗子佩留下来 守着米薇 其余的人 则一起去了迷宫 卫东本以为 在大厅里是个悠闲的差事 起码不用钻地道 结果却被迫地 听了两耳朵的遗言 米薇给苗子佩 交代起自己的遗言 你去跟我妈说 我作为交换生 去国外留学了 在那边不允许视频 以后就麻烦你 模仿我 给我妈发邮件吧 反正我妈心里也没有我 就只有我弟 我大学两年都没有回过家 她连问都没问过 卫东好几回想打断她 想告诉她 死亡事件的残酷性 并不是在现实中 随便编个理由 就能糊弄过去的 但还是忍住了没开口 这样 米薇能走得更安心 遗言交代了一个多小时 剩下的时间 大家就开始讨论话 苗子佩说 野兽派画作的阴影 是用各种色彩来表示的 这倒是很符合画里的某些设定 影子通过榨取我们的颜色 来获得某种能量 影子或许需要色彩 卫东觉得有道理 咱们每天干的活就是 注存浆果 其实说白了 就是存储颜色 看来 颜色在画里的位置 非常重要 卫东说着 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你说 如果咱们真的用木板把窗户全部定住了 能把那个影子挡住吗 姚子佩认为自己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将目光看向了米薇 米薇再次落下了眼泪 我认为 符合死亡条件的人 一定会在今晚死去 这跟窗户没什么关系 不过 那些木板应该能够遮挡 肉体的运输 这样 就会避免发生新贝贝 和张天伟那样的惨剧 卫东虽然做着令人头突的美工工作 但曾经也是个美院毕业的学生 所以跟这两个人倒还有些共同语言 前几幅画的解决方法 都跟作者的初衷和利益有很大关系 你们说 这幅画作者想表达的究竟是什么 苗子佩想了想说 容上是个很年轻的画家 这两年才展露头角 靠的就是特立独行的野兽派复兴画作 因为对野兽派的偏执崇拜 他对其他画派都嗤之以鼻 卫东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下 那个颜色艳丽的影子 看得出来 这个画家很拧 你们应该都看见过 影的圆画吧 那画上究竟都是些什么 是一些非常抽象的表达 人物有些像剪影 但却都有着非常艳丽的身影 那些在人物旁边勾抹的 五颜六色的浓重线条 起码 我认为作者 是想表达影子 苗子佩说出自己的观点 你刚才说 人物像剪影 韦东问 对 人物有些板画的效果 是一种黑白花纹的图案 或者是纯黑色的人形 苗子佩说到这里 也似乎明白了什么 照这么说 这幅画里面的本体和影子 等于是本末倒置了 米威那无神的眼睛 也渐渐有了神采 这幅画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吗 影子才该是主人 而肉体应该是影子的附庸 其他两个人点点头 认为米威切中了药衣 虽然明白了这些 但咱们该怎么解决这件事情呢 画家签名 应该从什么地方找呢 苗子佩还是一筹莫展 那迷宫在画里 又有什么特别意义呢 魏东问 这个就说不清楚了 也许画家比较崇拜那些古希腊文化 也许画家是想用迷宫 来表达自己的智慧 现在一些欧洲人 还是喜欢文会迷宫图 他们认为迷宫代表智慧 苗子佩说 三个人正商讨着 其他成员们就回来了 魏东西忙问 怎么样 地下通道里有什么 能通到城堡里吗 大家的样子看起来都疲惫不堪 连郭里霞都累得气喘吁吁 也不知道这个女人 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秦次擦了把汗坐下来 地下通道 的确是通到城堡的 城堡里的每一个建筑 我们都去到了 但是 那里面都是漆黑一片 甚至打开手机 照明也看不到里面的任何东西 柯寻几个人 把找到木板和工具 暂时先放在了大厅 目前就设计原型建筑的最高层没有去了 的确 那个原型建筑一共有六层 前三层里面都摆放着空玻璃罐 第四层作为红色代表 曾经榨取过张天伟的颜色 第五层作为蓝色代表 正是存放新贝贝的地方 早晨因为新贝贝断头事件 令大家都有些惊慌 也没来得及去第六层 打探里面的情况 这样吧 我和一人去六楼跑一趟 麻烦大家先把卧室的窗户都盯上吧 柯寻的提议得到了大家一致赞成 于是柯寻和木亦然得以双宿双飞 单独行动的 但这一趟行程并不让人愉快 两个人从四楼外面的同梯子攀到五楼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令人惊恐并且疑惑的情景 那个敞开的蓝色大门里 玻璃罐里原本有的半瓶蓝色液体 都消失不见了 而新贝贝的尸体却还留在罐中 没有了蓝色液体的遮挡 可以让人清晰无比地看到尸体的情况 新贝贝的身高大概就剩下一米 整个人是按比例缩小的 因为早晨的营救失败 新贝贝现在是身手易出 虽然他们被关在同一个玻璃罐里 罐 第九十四章 动神之子 科寻和墨已然 并没有在新贝贝的尸体前做过多停留 而是抓紧时间沿着同梯上到了六层 第六层的格局和整个圆形建筑其他房间的格局一样 依然是一个半圆形的大厅 推开直径墙上的木门 里面应该也是一个空置的玻璃罐 但是令两人吃惊不已的是 房间里的玻璃罐居然不是空的 里面大概有少半瓶纯紫色的液体 科寻下意识回头看了看那扇门 明明是代表安全的圆木色 而大厅墙上挂着的钟表 也一样是纯白色的钟面 这些紫色液体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小叶 科寻自然不解 此刻首先想到的是代表紫色的牺牲者 叶宁沉衣 木亦然一时也想不透原因 我认为这个紫色和叶宁沉衣有关 紫色出现在这里 一定有其特殊的意义 科寻有些后悔 今天早上我就应该上来看看 你已经尽力了 木亦然的表情突然有些奇特 咱们先回吧 大家早上之所以没有心情上溜楼 就是因为科寻在搭救心被围的过程中 不小心拔下了对方的头颅 在场的所有人在惊恐之余 都在暗暗计算着科寻的心理阴影 木亦然也不例外 当两人回到二楼大厅的时候 发现黄色卧室的窗户被作为重点 已经盯满了木板 秦次手中拿着工具 下一个盯哪个房间 科寻挠了挠头 我打小 先听我们舞吧 几个老成员通过对视 立刻就明白了 今晚 蓝色房间才是重中之重 人多力量大 大家分两组进行 很快就在晚饭之前 将四个房间的窗口 全部钉死了 这个世界的光线 一直都很奇怪 即使在挡住了 全部窗口的情况下 房间里依然很明亮 所有的陈设 都颜色鲜艳的 一目了然 为什么咱们去的其他建筑 却那么黑暗呢 石振东始终不解 这个世界的光源 到底在哪里呢 苗子佩回答了她的话 袁兽派不是很讲究 折射和透视 所以画作者有故意 避开光源的意思 他大概希望笔下的所有形象 都能像恒星那样 通过自身来发光 但他自己本身 却是个影子崇拜者 米威依然被绑着 此时也被大家挪到了二楼 这个世界 能够让人们感受到 无边黑暗的 只有那个巨大的影子 秦次不绝地 看了看朱浩文 这和浩文的说法差不多 其他的建筑物 大概是影子的栖息地 是被影子掌控的 你们不觉得这个画家很矛盾吗 苗子佩说 就像我们三路今天下午讨论的 这幅画里 影子才应该是主人 而肉体 却是影子的附庸 这跟作者本身的颜色崇拜 有着很大的矛盾 所以他才会通过迷宫 来进行一一置换 慕依然说 置换 很多人都发出了疑问 我不知道用词是否准确 但迷宫应该是 这个世界的核心 而非我们之前认定的城堡 慕依然也觉得自己有些心急了 还没有完全想出答案前 先将推测 讲了出来 迷宫应该是肉体和影子 进行交换 交接 甚至升华的地方 之所以画家会用迷宫 来表示这个重要地点 或许正是画家内心的矛盾所在 迷宫最大的特点就是 迷宫会让人迷路 在画家心里 这件事 或许一直是一个 像迷宫一样的存在 你的意思是 画家本人 也对此感到迷惑不解 石振东皱着眉头问 郭丽霞始终听得一知半解 终于忍不住开口问 没听懂 画家到底对什么感到迷惑 需要建一个迷宫来纪念 石振东很有耐心地回答 就是刚才所有人都感到迷惑的问题 黑影和彩色 究竟谁才该占到主导地位 画家更重视的是什么 我觉得 这大概和画家的创作历程有关系 卫东忍不住问苗子佩 你们对这个画家都了解了什么 不管跟这幅画有没有关系都可以讲出来 说不定对咱们有帮助 苗子佩陷入了深深的回忆 其实这个叫荣让的画家 始终都有一些神秘 每次画展上 关于他的生平简介都少得可怜 只有出生地和毕业院校 剩下的就是对野兽派画作非常偏执的崇拜 我记得 这个画家是同州人 科学也从寥寥无几的记忆片段中 回想起了画上的标签 作者荣让 1993年出生 祖籍同州 苗子佩点点头 她的确是同州人 好像还是同州非常偏远的山村 而且据传 这个画家是个孤儿 但是全村人都对她非常照顾 他们那个地方很贫穷 据说最初上美元的费用 是全村人集资凑上的 那个地方的人 真是民风淳朴 乐于助人啊 石震东忍不住发出一声感慨 他还有什么作品 可否把能回忆出来的都讲一讲 沐亦然看向苗子佩 同时还看了看芈威 他的作品 大多数是野兽派系列 有很多色彩斑斓的人物 镜舞和景色 苗子佩说 她还创作过一些黑白的版画 芈威回忆着 苗子佩点了点头 以前在A大美术馆的校园展览时 曾经有个展厅 展出了她创作的版画 非常有民族特色 和现在的风格截然不同 民族特色是指 沐亦然接着问 大概就是反映了 故乡人民劳作生活时的情景吧 我现在还记得 那个版画的系列名字叫做 动神之死 苗子佩很肯定地说 动神 众人都有些不解 甚至有些人还想进一步问问 究竟是哪一个动子 同州山多 山洞也多 因此那里信奉着 很多山神洞神 木亦然陷入了沉思 某些同州人的传统里 山栏树木 洞穴岩石 皆可成神 水牛飞鹰 燕子鱿鱼 皆可成怪 石阵东似乎想到了什么 我以前去同州旅游的时候 曾经听说过 那里关于落花洞女的传说 这里的动神 是不是跟落花洞女有关系呢 众人有听说过的 也有没有听说过的 魏东直接问道 落花洞女 是怎么回事啊 在同州 有这样的传说 有些女孩子 是被山神洞神 选中的新娘 这样的女孩子 在山洞里不吃不喝 回去之后 就会慢慢死去 这种现象 在当地被称为落洞 魏东觉得 这些落花洞女 很可怜 这些女孩子死了之后 就可以嫁给洞神了吗 对 这些女子死后 穿的是喜服 丧葬仪式 也是按照喜事来办的 石振东垂着眼睛 按照后来的科学说法 这些女孩子 其实是得了某种抑郁症 沐亦然突然打断了 石振东的话 看着苗子佩说 你刚才说 荣让的晚话系列 叫做洞神之子 苗子佩点点头 我起初以为 是那里的神明崇拜 就好像龙的传人 或东方之死一样 落花洞女一生 都不会嫁给凡人 更不可能有孩子 石振东 似乎猜到了 沐亦然的想法 沐亦然却微微摇头 我曾经在同州 住过一段日子 也听过当地的不少传闻 有一个村子的落花洞女 就曾经在山洞受孕 那样的孩子 就被称之为 洞神的孩子 当其母亲离开之后 这样的孩子 是会受到全村人保护的 而且这样的孩子 往往天赋一别 谁也没好意思 去分析关于受孕 这件事的原委 此时联想到 荣让作为孤儿 由全村集资 送其上大学 那么荣让很有可能 就是传说中的 洞神之子 难怪荣让 有极高的美术天赋 原来是洞神的儿子 苗子佩不觉感慨 只是 这件事 和他作品里的矛盾 又有什么关系呢 尤其是关于影子 在一些格外偏僻的 同州村落 有着极为虔诚的洞神崇拜 那里的村民 同时也崇尚黑色 沐亦然一语道出真谛 你的意思是说 荣让很有可能 出生在那样的村子里 秦次说 洞神就是他们的图腾 黑色 就是他们的吉祥色 众人似乎 渐渐触摸到了 事情的真相 苗子佩对于 绘画方面的事情 从不吝惜调动 全部脑细胞 出自于一个 崇拜黑色的民族村落 身份 又是举尊瞩目的 洞神之死 自然天生是黑色 与别色不同 可一个这样的人 偏偏在接触到 外面的绘画世界之后 偏执地爱上了 用色 最大胆的野兽派 这简直就是 对一个人的色彩观的 彻底撕裂 所以才会有矛盾 有迷惑 才会产生 像迷宫那样的东西 朱浩文给予了总结 看到了事情的真相 众人反倒都沉默了 令人心烦的NPC 又开始催促大家 下楼吃晚饭 沐亦然直接做出了安排 四个人负责下楼端晚饭 大家就在二楼用餐吧 众人同意 于是晚餐就在二楼 草草地解决了 苗子佩要给米薇松绑 让其用餐 米薇却摇了摇头 我吃不下去 夜幕正在慢慢地降临 签名却还没有找到 已经宣判了死刑的米薇 不可能吃得下东西 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签名一定在迷宫里 说话的是科学 众人对这个答案一直同意 因为迷宫就是肉身和影子的交汇点 同时也是黑色和彩色的置换点 米薇长长地叹了口气 可是夜晚还是来了 祝你们明天顺利 众人心里难过 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没有人敢在夜里去迷宫 夜里本来就是影子的天下 大家把窗子盯住 就是为了与之隔绝 你们去六楼都发现了什么 朱浩文这才想起问 柯荀这才想起告知 六楼很奇怪 有一个盛着紫色液体的玻璃罐子 但是门是圆木色 墙上的钟表是白色 至于两人看到心被被尸体的事情 柯荀并没有说 省得大家难受 第九十五章 黑色 关于心被被的尸体 柯荀已经想到了原因 能够被榨取颜色的只有活人 人死后或许会停止分泌色彩 又或许色彩会变得不够新鲜 所以心被被之前的蓝色液体 才会被取走 无用的尸体 却被留在了瓶中 张天伟在变成拳头那么小之前 一直都活着 心被被之前也一直活着 身手分离之后 才真正的死去 众人却对六楼的情形非常疑惑 魏东直接认为这是个bug 但却无法解释紫色液体 究竟是从何而来的 紫色一定有其他的意义 只是我们还想不到答案 石震东望着颜色在渐渐变暗的大厅 感觉有些压抑 秦次望着木亦然的表情 试探性地问道 小木莫非有头绪了 我只是在想 画蛊惑人的时候 究竟是随机的 还是有选择性的 木亦然趁着天位全黑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时间越来越紧迫 木亦然也不愿意 某些结论最终沦为马后炮 我认为是有选择性的 说话的是朱浩文 尤其是第一天 我们并不知道单独在大厅会受到蛊惑 那天应该不止一个人 有单独留在大厅的机会 最起码 在老左间夕 总会有人经过大厅去卫生间 从老左间走到卫生间这个过程 就可以视作单独在大厅 画选择这些人的目的 又是什么呢 苗子配本 如果我没有猜错 第一天受蛊惑的人 应该是贺雨 朱浩文说 石振东似乎想到了什么 浩文的意思是说 画是专门找那些心理能力较弱的人下手的 石振东也觉得自己的说法有见准确 反正就是心理防范能力比较差 很容易被人钻空子 抓弱点的人 石振东的声音变得有些低沉 比如贝贝那样 简单的女孩子 钟浩文点点头 相对于张天伟来说 贺雨似乎比较外向和冲动 现在回想起来 他沾着满手黄颜料冲进红色房间的行为 应该就是被画利用了他的冲动 将这一点放大 最终变成扼杀自己和室友的魔鬼 几个人尽量不去看郭里侠 生怕被他想到了什么 但心里却不得不去揣测这件事 郭里侠虽然年纪不小 但却是个大性大情的人 这样的人很容易被抓住心理弱点 所以才会被画钻了空子 无论怎样 我们之后的行动都要像此刻这样 大家尽量在一起 以免被画蛊惑 秦次说 众人点头 此时房间已经渐渐失去了颜色 但是大家都不想回各自的卧室 沐亦然的声音在昏暗的大厅响起来 我指的并非化作对人的选择 在这个世界里 颜色就像灵魂一样重要 柯寻的思路尽量跟着沐亦然走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颜色的选择顺序就是 红色 蓝色 后面的话 科学没有说 锅里霞的颜色 也是蓝色 苗子佩的声音突然太高 红色和蓝色加起来正好是紫色 张天伟的红色液体 和新辈辈的蓝色液体混合起来 恰恰就是紫色 你们在六楼看到的紫色 应该是这两种液体的混合液体 众人听到这话才突然开了窍 寻思还问道 可是为什么钟表和大门 并没有做出相应的变化 因为最终的颜色还没有完成 沐亦然的声音有些残酷 六楼应该是一个集中所有颜色的地方 我们今天看到的紫色液体 大约位于玻璃罐的五分之二处 还剩另外三种颜色的容量 用红色和蓝色制造紫色 我还能理解 但是把其他颜色都混合在一起 费东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听见身边的柯冷冷地说 是黑色 所有颜色混合在一起 是黑色 科学一直都记得 2017年冬天 那个关于三种颜色的新闻 那时候很多人的头像 都换成了三原色 而三个颜色的交界处 恰恰就是深不见底的黑色 黑色 黑色重拍 正是影子的颜色 米薇的声音颤抖着 所有的颜色最终只有一条规律 那就是变成黑色 众人看着已变成漆黑的房间 内心有一种时辰大海般的悲痛 也说不清是为谁 似乎是为自己 又像是为别的 但是我不明白 说画的是朱浩文 为什么第三次的选择 发生了重叠 按理说 画应该选择不同于 之前的颜色才对 第一次 选择的是红色的贺雨 第二次选择的是 蓝色的新贝贝 那么第三次 就不应该再选择 同样为蓝色的郭丽霞 穆亦然说 画也是相机而动的 而且 很明显 他看得出 他的最终目的是另一个人 科学瞬间明白了穆亦然的意思 画只是借住郭丽霞为跳板 他的目标 其实是米薇 黄颜色的米薇 如果按照这样推测 那么红黄蓝的顺序 就出来了 这样最起码凑齐了三原色 画就能提前得到 他想要的黑色 穆亦然继续说下去 如果加上紫色和绿色的话 其效果可能会更强 但是画也有心急的时候 几个聪明的人已经明白了穆亦然的话 前此说 如果影子得到了黑色 应该会拥有更强的能力 如今 我们尚且对他束手无策 难以想象以后 所以 不能让他得到黄色 说话的正是米薇 因为叶木的加深 他的身上是黑白相间的 扇形花纹 如果此时是白天 就能看到这些颜色明亮的 鹅黄色扇形纹粒 米薇的身上已经污染了绿色枝叶 这就意味着 母后boss 今晚的企图 落空了 起码这一夜 符合条件的人只有米薇和郭丽霞 而此时众人虽然在探讨问题 但眼睛都不约而同地 盯着特属于郭丽霞的那一团圆点图案 不早了 我想回去睡了 柯循打了个哈欠 大家也都回去睡吧 今晚 大家最好都不要出门起夜 我们已经在每个房间 放映了相应的容器 生死攸关的时候 先别在意男女大房了 秦次说 郭丽霞似乎有些疲惫了 伸了个懒腰 就回房躺下来 今晚的蓝色房间少了一个人 柯循索性就躺在了另一张床上 新贝贝 那布满了菱形花纹的身影 仿佛还历历在目 柯循尽量不让自己去想新贝贝 想得多了 自然会回想起 那些令人极不愉快的经历 组长 你们刚才 虽然在打雅弥 但是我基本上听懂了 对面床上的郭丽霞 突然说话了 柯循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们是在怀疑我吧 怀疑我 受到了什么蛊惑 柯循不所声 算是默认 郭丽霞叹了口气 今天关于米薇那个小姑娘的事 我特别地后悔 就你们刚才一分析 我也觉得 自己今天干的那些事 挺不对头的 所以我们才回定了窗子 一会儿他们还要从外面 把咱们的门 钉一块木板 柯循说 何必那么费事呢 你们直接把我绑住 不就得了 就像绑米薇那样 郭丽霞那一团圆点图案 在黑色中十分醒目 郭写 我说的是真的 目前 我们也只是猜测 并没有十足的肯定 所以我才没求着 你把我的颜色也污染了 我也怕 我是被冤枉的 最终 在郭丽霞的强烈要求下 柯循真的把他绑了起来 尽量绑得松一些 令人不那么受罪 这一夜 似乎格外的漫长 那个巨大的黑影 很久都没有到来 这一夜 似乎格外的安静 因为没有了郭吉的酣声 使得整个夜变得更为荒凉 郭丽霞也睡不着 干脆在黑暗中 和柯循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来 其实 我也没什么疑言 我们家没老人了 就我自己 我儿子 跟着他爸在国外 回来的可能性很小 我这辈子活得没劲 嘴又快 又爱得罪人 手里也没攒进什么钱 现在住的房子 倒是能留给儿子 等我死了 法律估计就直接这么给分了 现在的房子值钱 我儿子为这个 肯定能回国一趟 他能给我 还有他姥姥姥爷上个坟 我就没白生养他 柯循越听越难受 却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语言 去安慰一个将死之人 大面积的黑暗 就是在郭丽霞的话语声中到来的 令人有一种急迟的火车 突然窜进山洞的感觉 窗户已经盯死了 原本的那个灰色的窗戈剪影 如今都消失不见 黑暗 却无孔不入 柯循甚至再次闻到了 那个黑影特有的味道 郭丽霞的说话声 在世界变黑之后 就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阵疼痛的 倒抽气的声音 柯循在黑暗里 大着胆子问 郭姐 郭姐 柯循再次体会到那种无力感 仿佛不容半无边际的黑色太空 上下左右 都没有底 郭丽霞的抽气声 停止了 世界安静的 仿佛已经死去 柯循不觉想起一句话 死亡 就像是水消失在了水里 当黑暗终于离开的时候 柯循甚至认为 自己身上的 这些醒目的波浪花纹 是一种幻觉 这次黑暗时间太久了 让人险些畏惧光明 房间里仅剩两张灰色的床 以及柯循身上的花纹 剩下的 就是黑色 属于郭丽霞的原点图案 消失不见了 柯循有些难过 但还是摸索着 来到了郭丽霞的床边 如果能摸到郭姐 那失去了颜色的身体 说不定还能通过急救 使其重新恢复呼吸 柯循从来没有放弃过一丝希望 很多转机 都是由一丝希望带动起来的 对面的那张床 被柯循摸了个遍 床底也被柯循找了个遍 什么都没有 柯循又蹲着 将地板的每一寸都寻找了一遍 没有 还是没有 郭姐在哪里呢 如果像叶宁陈衣那样 应该有尸体存在 如果像新辈子那样被拖走 她的身体 又是怎样穿滚 那细如刀尖的木板缝隙的呢 第九十六章 郭丽霞 整个夜晚 就像一辆在黑暗中 无声行驶的车 没有人知道终点在哪里 也不知道在路上会遇到什么 柯循望着房间内 渐渐清晰的颜色 如果这种变化 能够有一个名称 那姑且称之为 破响 柯循专门检查了那个 钉满了木板的窗口 所留的缝隙是极窄的 连一根筷子都传不过去 郭丽霞究竟在哪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实在蹊跷 最终 柯循在窗口下方的墙根处 看到了一个纸团 就像现实生活中 被随手揉作一团的废纸球 柯循实在不记得 有人在这个房间里用过纸 于是便有些疑惑地 将那团纸捡起来 重量 大概就和一张 普通的A4纸差不多 柯循将这张纸展开 发觉纸张的形状有些奇怪 似乎并不是传统的方形 手感上也有着说不出的润话 随着纸张慢慢展开 柯循的心也一点一点地下沉 当整张纸被铺平在桌子上之后 柯循的心也跌入了深谷寒冰之中 柯儿 你没事吧 出来啊 门外传来了魏东的声音 柯循心情复杂地将那张纸卷起来 握在手中 打开了屋门 众人的脸色都不好 没有了早期的惊恐 更多的是一种听天由命的无奈 米威出事了 柯循已经猜到了结果 苗子佩的声音很低沉 米威没受什么罪 和叶宁沉衣走失的情形差不多 石阵东朝敞开的蓝色屋门里望罗 柯儿 小郭怎么样 柯循神色凝重地走到大厅桌旁 将手里的那张纸铺开在桌上 魏东率先走过来看 这是 这是什么呀 是个小人 这是 这就是郭姐 柯循不再看那张恐怖的 有些滑稽的小型人皮 猛一听到这话 魏东吓了一个哆嗦 大了胆子仔细看了看桌上的小人 确切地说 是一张被抽空了内心的人皮 大概也就三十公分高 软软塌塌地扑在桌子上 看那五官形态 的确是郭丽霞 虽然大家之前见过 我听说过张天伟和新贝贝 在玻璃缸中的惨像 但都没有这一次的郭丽霞 带给人的震撼更大 这一句令人无法言说的尸体 如今就躺在大家面前的桌子上 不必进入那个圆形建筑物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大玻璃缸 只有一句冰凉的博尸 仿佛一张令人随时可能忽视的纸片 清清楚楚地摆在大家面前 你刚发现的时候 这东西就是这样展开的吗 问话的是木已然 不 就像一个揉成一团的废纸球 柯循说 朱浩文也仔细地看了看桌面上的锅里下 原来如此 黑影大概是用之前的方法 将自己的猎物强托到了窗口 但人的身体是无法经过窗缝的 黑影又不愿浪费掉这么现场的颜色资源 所以就只能现场取色 现场取色 怎么取 问话的是苗子佩 朱浩文摇摇头 这件事 大概只有黑影本人能说得清 即使大家无法获取具体操作方法 但也能够想象到昨晚的情形 库里下的肉体应该是被强烈地榨取了颜色 方法大概和在玻璃缸中榨取颜色差不多 只是手段更为野蛮残忍 从而导致整个人被彻底抽空 甚至人皮都跟着发皱 最终缩成了像废纸球似的一团 就像我们在喝某种袋装饮料 当强力吸取的时候 外面的包装袋就会皱在一起 柯荀不禁响起了昨晚 郭里下疼痛的倒抽气的声音 如果这种方法也有效 为什么之前的黑影 费尽心思将人拖走 石震东又大着胆子 仔细看了看郭里下的尸体 发觉这尸体虽然扁平如指 但还是有着淡淡的颜色 五官和头发仍能看清 衣服上的圆点图案 还能依稀看出些淡蓝色 秦次很快也发现了这一点 这种方法并不能彻底将对方的颜色吸取 将人折磨成这样 大概就是黑影的极限了 柯荀似乎想到了什么 心里一着急 人就直接往楼下冲 看进去那个水池看看 郭家的钱币是不是还在那 众人瞬间想到了什么 心里一紧就听沐亦然安排的 兵分两路 一队人去楼下水池 另一队人去原型建筑物 然后在一楼大厅齐喝 几人迅速分了组 苗子佩正想随魏东沐亦然向楼下冲 却听沐亦然说 你去六楼 那里大概需要你来辨认颜色 苗子佩似懂非懂 但还是点点头 随秦次等人上楼了 柯荀来到水池边 虽然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他亲眼看到池底那些 圆形图案的钱币时 还是有些无法接受事实 沐亦然和魏东都没有说话 难以想象 郭丽霞现在居然还活着 给郭姐一个痛快吧 柯荀的声音 滴得几乎令人听不到 如今的锅里霞 正被沐亦然拿在手中 沐亦然一脸沉默 走到水池边 将这张小小的人皮 完全进入水中 直到几分钟后 池子里的那些圆点钱币 才渐渐消失了纹里 人皮完全浮在了水面上 像垃圾一样浮着 柯荀直接在水池边 用手挖了个半壁深的坑 将锅里霞 埋了进去 嘴里用别人听不清的声音念叨着 伟修过去了 当你儿子从国外回来了 让他好好的 给你磕头上香 魏东在一旁站着 心里也很难受 至今还记得 前两天刚入画的时候 锅里霞是作为一个 分外无辜的人被卷进来的 他只不过 是想找一个能打开水的地方 但是 进入画里的这些人 这些前前后后来来往往的人 哪一个不是无辜的呢 莫义然的目光 却停留在迷宫那里 似是想到了什么 便走到迷宫边 站在东北角的位置上 向远处望去 依然 发现什么了 柯荀回头问道 莫义然眯着眼睛 似乎想把远处的什么东西看清楚 听见柯荀问 才回答 没什么特殊的 我刚才 只是听到迷宫里似乎有动静 便走过来听一听 柯荀皱起了眉头 你昨天说的 米诺陶诺斯是什么人 魏东看了看自己的帖子 真难得 你能记住这么长的名 米诺陶诺斯 牛手人身 住在迷宫里 传说要以同男同女 作为祭祀品 向其进攻 慕义然离开迷宫 同两个人一起 往城堡的方向走 后来的考古学家 对克里特岛进行考古时 真的发现了 这座迷宫的遗迹 里面的泥板上 有大量的线性文字 其中 有这一类的记载 雅典供来妇女七人 幼子及幼女各一名等等 这些记载 正好符合了祭祀 米诺陶诺斯的说法 柯群望着城堡上方 正从露天走廊 经过的成员们 目光在原形建筑的 几层楼上停留了片刻 你们说 黑影对于人们颜色的榨取 是不是也像一种祭祀 魏东看了看 那个能够记录生死的水池 还有水池的设置 好像也挺有仪式感的 如果真的是颜色祭祀 那么 是用以祭祀谁的呢 孟毅然尝试着展开分析 这些颜色加起来 是黑色 黑影要通过黑色 来使自己更加强大 还是有其他用途 我总觉得 有实体 才会有影子 这两件东西 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 柯群低头 看了看自己的影子 这个世界的规律也是这样 死去的人会失去颜色 同时也会失去影子 我认为 这个规律 同样适用于黑影本身 那个黑影本身 就已经够强大了 它的实体得有多大呀 魏东简直不敢想象 野兽派 有时会放到某种 想要表达的东西 比如说 这幅画想要表达的影子 此时众人已经回到了大厅 沐亦然继续说 虽然影子 大到能遮盖一切 但其实体积 也许并不大 正巧 另一队成员也刚刚下楼 来到大厅 朱浩文听到沐亦然的话 思考着 如果影子有实体的话 那么实体所做出来的动作 应该和他的影子是一致的 按照我们之前的分析 大影子能够控制 我们的影子 以此来控制我们的肉体 那么大影子的实体 当时在做什么呢 沐亦然的眼睛突然一亮 却没说什么 反而看向苗子佩 你们有什么新发现 苗子佩说 四楼五楼 还是之前的红色和蓝色 只是代表颜色的大门 被紧紧关上了 六楼是纯粹的紫色 无论是墙上的钟表 还是玻璃缸里的紫色液体 都是最纯粹的紫色 红蓝军等 秦次问沐亦然和柯荀 你们昨天见到的紫色 就是这样吗 柯荀抓了抓脑袋 感觉自己在颜色辨认上 很难给大家明确的信息 沐亦然说 我们昨天看到的紫色 微微偏红 苗子佩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看来今天有人在紫色液体里 又加了少量的蓝色 这才使红蓝两色 变得均等 从而提炼出最为准确 纯粹的紫色 至于那些少量的蓝色 是怎样来的 大家心里都清楚 脑海中不约而同 浮现出郭丽霞可怜的博士 NPC的声音又响起来 公布了今天的劳作任务 依然是三大罐 然后请大家用早餐 如今仅剩下七个人 劳作任务就显得格外重了 尤其是蓝色房间 只有科学一个人 就算不停歇的工作 也至少需要半天的时间 才能完成 你们有没有想过 NPC为什么从来没露过面 这样的情况 我们在以前的话里 从来没有遇到过 说话的是朱浩文 大厅里突然传了一声吃笑 分明是来自NPC 大概是太丑了 见不得人吧 科学向虚空竖了个中指 朱浩文看了看科学 又或许是这个人无法先行 只能将声音 通过广播的形式 放给我们听 第九十七章 深度蛊惑 浩尔 别吓唬人啊 说的这NPC 好像幕后有大boss似的 还一直眼巴巴地 观察着咱们 魏东加快了 吃早餐的速度 不希望后面 大家的某些分析 影响了自己吃饭的心情 NPC肯定不会是大boss 琴次喝完了杯中的牛奶 但是NPC一定能够代表boss 至少得是boss的亲随 你们回想一下前几幅画的情景 每次不都是这样吗 你们的意思是说 NPC无法显形 幕后的大boss也就无法显形 他们是和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人 这次说话就是石震东 这句话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 但关于影子和实体的实质关系 却没有人能够给出明确的答案 咱们这次的搜寻重点 依然是迷宫附近 琴次看了看仅剩的七个人 取掉劳作的四个人 就只有三个人来找签名 时间紧迫 也只能如此了 石震东主动说 我已经熟悉了干活的要领 我上午留下干活 争取把三大罐都做完 苗子佩也主动说 秦太夫有经验 我留下干活吧 我对那些坚果的助成工作 已经很熟悉了 魏东也主动包揽着紫色房间的劳作 柯寻这里连个谦让的人都没有 可怜巴巴地看了看沐亦然 那你们去吧 注意安全啊 沐亦然捶了捶眼皮 抬起眼睛 劳作的人一定要切记 不要单独在大厅里 即使去卫生间 也至少要有一个人作伴 大家都默默地点头 柯寻的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沐亦然 内心弹出的弹幕是 你也要小心啊 记得摘花花送我呀 千万别把全身都弄得脏兮兮的哟 柯寻猛一哆嗦 自己刚才怎么无意识地 变得又低智又娘了 沐亦然显然也被柯寻的眼神 柔化到了 连冰冷的表情都忘记做 柯寻一时也觉得奇怪 刚才有些不大对劲 但又说不清是哪里不对 如今时间紧迫 大家一分钟都不愿耽误 很快就分成两组 四人进劳作间工作 三人则去外面的迷宫 寻找答案 柯寻最终还是对劳作的三个人说 咱们必须保持着警醒 刚才我感觉 似乎差点被什么东西蛊惑了 一会儿如果有人要去厕所的话 最好在门口喊一声 有人答应了 再一起结伴去 对于受蛊惑的事情 大家都不敢怠慢 都点头记轻了 这才回屋劳作 柯寻虽然心里有事 但并没有影响工作效率 毕竟这个房间只剩下自己 所以必须要比别人更快地完成任务 刚才奇怪的想法 刚才奇怪的想法始终是个谜 认真回想 那分明就是从自己心里冒出来的想法 但仔细想想 又很不对劲 柯寻一面摘除着那些僵果的枝叶 一面仔细回想刚才的情形 那一句莫名其妙撒娇似的话 的确是浮现在心里的声音 就像是心里藏了个什么人 突然向自己暴露了一个秘密 若是意志不够坚决的人 说不定就会在表面上露出一些行径 柯寻汗颜地笑了笑 自己当时的眼神 就已经轻微暴露内心的行迹了 柯寻仔细回想着刚才所处的位置 明明大厅里还有很多人 根本算不上是单独在大厅 为什么还是会受到某种蛊惑呢 莫非是自己的位置和行为 触犯了什么隐含的条件 自己当时在认真听大家分析 坐的位置是面对的贴墙木柜的 那个柜子并没有什么奇怪 完全是纯木打造欠玻璃的 上面连颜色都没有 柯寻内心灵光一闪 似乎捕捉到了一丝灵感 正在这时 忽然听到外面传来石振东的声音 有人去卫生间吗 做个伴吧 柯寻没有心思陪石振东去厕所 还在钻牛角尖似的寻找刚才的灵感 然后就听到隔壁的苗子佩回答道 一起吧 两个人能做半句就让人放心了 柯寻放心地继续想着刚才那个柜子 那个贴墙而放的纯手工打造的原木柜子 柜门是明亮的玻璃 透过玻璃可以看到里面摆放的精致茶具 那玻璃亮晶晶地反着光 只要角度对 就能在上面看到自己的影像 影子 玻璃或者镜子里面的影像 也是一种影子 柯寻毛色顿开 想起之前有人单独在大厅里被蛊惑 木亦然就曾经分析 是因为影子与实体产生了异性 POSE就能通过影子来对实体进行操控 自己刚才心里那个奇怪的声音 莫非就是柜门玻璃上的影子 对自己发出来的吗 为什么要用那么奇怪的话 来蛊惑自己 柯寻真不敢想 假如自己也被蛊惑了 会变成什么样 回想起之前乱吃飞醋的新贝贝 暴力野蛮的郭里霞 自己难不成会变成个 有着温柔眼神的伟娘 木亦然居然还给了自己 一个略微被感动的眼神 现在想想 这分明是自己眼中的假象 同时 也是影子蛊惑自己的环节之一 柯寻非常庆幸自己没有被成功的蛊惑 想通了这些 突然想起有两个成员刚才去卫生间了 柯寻赶紧开门打算提醒大家注意那个玻璃柜 结果打开门 就看到石震东和苗子佩坐在大厅的桌旁说着什么 石震东皱着眉头 说话的是苗子佩 我每个假期都会去世界各地的很多美术馆去参观 有些国外的美术馆办得非常有特色 一些美术馆会用一个造型奇特的容器 里面呈上和这位画家体重相等的糖果 当客人参观离开的时候 每个人都可以从容器里带走一颗糖果 我觉得这种设计特别走心 就好像这位画家的灵感和艺术感染到了每个人似的 连柯巡都觉得这样的设计非常好 自己进过的美术馆怎么不给发糖呢 苗子佩抬眼看到了柯巡 笑着招手让他过来 这个奇怪的热情动作令柯巡有些不适应 苗子佩虽然喜欢谈论美术 但是很少直接发言 像这样热情的打招呼更是绝无仅有 柯巡和石振东对了个眼神 便对苗子佩一笑 虽然我现在对美术馆镇的地方有些抵触 但听你刚才讲的还真挺不错的 很多成功的画家都对艺术有着绝对的前程 在古早时期 一些画家甚至会从自己的身体取得颜料用于作画 还有的画家甚至会牺牲自己的亲人来 柯巡有些停不下去了 有些人为了艺术自我牺牲 那或许是他们的选择 但若是让自己的亲人去为艺术牺牲 那就太自私 太残酷了 苗子佩只是淡淡的一笑 继续说着 您听说过日本名画地狱变的故事吗 有一位画师为了更好地描绘出地狱里燃烧的马车 就将自己美丽的女儿马车上放了柴火 眼睁睁地看着女儿在燃烧的马车里被活活烧死 又看着马车摔进了悬崖 但那位画家却创造出了 令所有人感到惊恐绝望的地狱变 柯巡正想说什么 见石振东冲自己轻轻使了个眼色 便点了点头 什么都没说 自己最好不要成为被蛊惑者的目标 不然说不定会成为这些人的偷袭和袭击对象 还是以不变应万变吧 石振东毕竟年纪大经验多 此刻笑着对苗子佩说 咱们还有很多江国没有筑藏 大家都抓紧时间去劳作吧 苗子佩本着对颜色的前程 首先回到了自己的黄色房间 柯巡没有急着回去 见石振东给自己拉开了椅子 似乎有话要对自己说 于是便坐下来倾听 你也看出来了 小苗有些问题 石振东低声发表着自己的看法 柯巡下意识看了看远处 正对着自己的玻璃柜 急忙将目光抽回 你们刚才 结伴去的厕所 苗子佩怎么会有机会单独在大厅 她比较快 又不习惯在厕所等人 洗了手之后就去大厅了 我们两个出厕所的前后时间 也差不了一分钟 石振东的表情有些恐慌 难道是影子力量强大了 好像他更擅长蛊惑人了 咱们还是多当心吧 柯巡握了我拳头 没说话 我怎么觉得你脸色很不好 没事吧 石振东观察能力很强 柯巡摇了摇头 没什么 我只是觉得时间紧迫 已经过去三个晚上了 画作似乎没有耐心 给咱们七天时间 如果苗子佩 真的被蛊惑了 那么她所代表的黄色 正是暴死急需的颜色 咱们尽量保护好自己 至于小苗 如果真的有类似 自杀似的污染颜色行为 恐怕咱们想拦 也拦不住 石振东叹了口气 两个人没空多聊 又都回各自房间工作去了 柯巡有心要加快劳作速度 累得胳膊都酸了 终于在中午到来之前 将三大罐子浆果 储存完成了 在劳作的过程中 柯巡丝毫没有停下思考 等工作完成后 也终于想透了一些事情 柯巡轻轻推开房门 来到紫色房间门口 发出了一个轻轻的口哨声 这是自己和魏东 多年以来的信号 两个人小时候 偷偷约着去网吧打游戏 就是这样 在窗口互相打招呼的 魏东很快打开了屋门 可累死我了 冬子 你仔细听我说 柯巡表情凝重 令魏东立刻闭了口 仔细地听着 柯巡的声音非常轻 虽然是站在紫色房间门口 但说出的话 只有两个人能听到 你现在 回到房间 悄悄地把门顶上 谁笑也不要开 我现在出去和易燃他们会合 等我们回来叫门时 你再看 魏东虽然听得一知半解 但最起码是最信任柯巡的 于是便关上了房门 从里面用一些桌椅 把门顶住了 柯巡尽量不看大厅里的任何影子 一个箭步 就冲出了大厅的门 魏东将门顶住之后 心里一阵乱 看了看已经完成 两罐多的颜料注存 一时间没了继续干活的心思 魏东来到窗边 窗子是从里面插好的 应该还比较安全 很快 急吃的柯巡就映入了 魏东的眼帘 魏东一顺不顺地盯着柯巡 跑进了迷宫 这时候 突然从门口传来了 石阵东的声音 小柯没出什么事吧 怎么突然跑出去了 小苗 你这是干什么去 小苗 小苗 苗子佩的声音 也不知是激动还是痛苦 别拦着我 我从不强求任何人 但你们也不要阻挡我的自由 我愿意为这幅画付出牺牲 愿意贡献出我的颜色 魏东有些迟疑 但却更相信柯巡的话 于是并没有动 也没有出声 很快 魏东就从窗口看到了迅速经过的苗子佩 以及在后面追赶不及 失望而归的石阵东 魏东迟疑着 却不敢妄动 终于 柯巡和沐亦然几人从迷宫那边赶了回来 魏东松懈一口气 将顶在门后的桌椅挪开 准备出去 但却听到秦次急切地说 大家赶紧去中间的五色房间 签名就在那个房间里 魏东一时间也不知该相信谁了 门声轻响 沐亦然回到了紫色房间 冲魏东做出个出来的动作 转身就走了出去 很快 大厅里就传出了钉木板的声音 声音格外激烈 魏东出去看时 便见全组成员都在用木板 盯着中间房间的屋门 这个本该是红色房间的大门 因为张天伟和贺宇的同事离开 房间便由红色转为了无色 那个房间里传出了石振东的声音 你们干什么 关我干什么 咱们现在需要把小苗找回来 他要用自己黄颜色拱手送给影子 小苗已经被蛊惑了 咱们要做的事是拯救小苗 负责盯门的是沐亦然和秦次 不一会儿朱浩文和柯循从外面走进来 手里也拿着锤子之类的工具 窗户从外面盯好了 人出不去 胡闹 你们这是干什么 石振东终于失去了理智 在里面吼叫了起来 我们现在应该拦住小苗 赶紧把我放出去 站在屋门外的 是一起经历过很多浮化的五个老成员 此时每个人都不说话 静悄悄的 石振东在里面吼叫了一通 似乎有些害怕 有人吗 人在哪呢 你们去哪了 柯循放这本钉上的木门 露出了一个复杂的表情 石哥 关于小苗 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说 他如果真的有类似自杀式的污染颜色的行为 恐怕咱们想拦 也拦不住 我 石振东在里面又是一阵锤打房门 这也不是你们关我的理由啊 我是害怕像小郭伤害米薇那样的历史再重演 晚一小苗趁人不备伤害了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现在影子急需的是黄颜色 恐怕苗子佩没有心情去伤害别人 柯循说 魏东也在旁边时间点头 刚才我听小苗是这么说的 说他愿意为了这幅画自我牺牲 而且绝不会强求别人 房间里静了静 石振东的声音在慢慢地恢复之前的理智 你们到底是什么目的 为什么要控制我的行动 柯循看了看整个大厅 此时那些能反光的玻璃柜门 已经被大家用木板暂时挡住了 当有人独自在大厅的时候 容易受到影子的蛊惑 除了我们映在地板上的影子之外 还包括一切的反光物品 比如镜子 玻璃 以及能够映出自己身影的 眼眸 石振东在里面不出色 柯循继续说 我今天早晨就差一点受到蛊惑 蛊惑我的影子 来自玻璃柜门上的反光映像 我一直不明白 自己坐的那个角度 怎么会正好对着玻璃柜门 要知道 把椅子放在那个位置 其实是很别扭的 你和苗子佩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 我已经发现苗子佩受到了蛊惑 当你把影子拉出来 让我坐下来谈这件事 我发现椅子的位置和早晨的时候一模一样 正好能让我的影子 在玻璃柜门得到完整的印象反射 我当时就起了怀疑 仔细回想 早晨招呼我过来坐下吃早餐的 也是你 是你把我引领到那个危险的座位上 因为之前的经历 我尽量不去看玻璃柜门 但当我说话时同你对视 从你的眼眸里看到自己的身影时 又险些受到蛊惑 三个巧合 难道真的都是巧合吗 刚才你一直在给我强调 想办法保护自己 不要因为阻拦苗子佩 而做出无谓的牺牲 其实你是在给苗子佩赢得时间 而且你遇见到苗子佩的奉献将是自杀式的 或许她正是受到了 你的蛊惑提示 门内响起石阵东的笑声 小柯 你可真能说笑 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 别瞎想了 赶紧把门打开 咱们的时间不多了 再次开口的 是沐亦然 对于郭丽霞受到蛊惑的事情 我一直存有怀疑 昨天早晨 你因为新辈辈的事情心情不好 独自从四楼下到二楼 约两分钟后 郭丽霞有些担心你 便下楼去看你 又过了大概两三分钟 我们大家就一起下楼了 到二楼 正看到郭丽霞 在和你谈心 根据那个时间点 郭丽霞几乎没有时间 独自在二楼大厅独处 而你 这有在大厅独处的两分钟时间 在这个时间段 你受到了蛊惑 于是又在第一时间 蛊惑了钱来开导你的郭丽霞 石震东呵呵一笑 说的我好像成了幕后大boss 你倒是说说 我怎么蛊惑郭丽霞 因为我之前始终 想不明白这里 所以也无法判断 今天听了客群的话 才明白你当时用的 就是眼眸 慕亦然缓缓地说道 那为什么钟表没有变化 每一个受到蛊惑的人 都会使钟表的表盘 发生颜色变化 石震东阵阵有词 那是一个误解 慕亦然说 只有当人们误闯 进了其他房间 或者实际污染的颜色 才会使钟表发生变化 而你 只是一直在遵从 画面给你的提示 却没有以实际行动 做出污染颜色的行为 所以 你不会受到大家怀疑 也不会受到黑眼的吞噬 因为你始终 都没有违反死亡条件 所有被蛊惑的人 都不会变成 另外一个陌生人 他们会保留 自己原本的性格 只是在某些方面 变得更加极端而已 同样 这些人也会受到 自身本身智商情商所限 制造出风格不同的事件 石先生 你比之前那些人 都要聪明得多 你很擅长潜伏 从昨天早上到现在 已经超过了24个小时 你却一直耐着性子 寻找着合适的对象和机会 你今天的这一行动 是想用柯荀来遮掩苗子佩 你今天的主要目标 是苗子佩 因为影子极须黄色 柯荀并没有想到这一层 你的意思是说 回答他的人是朱浩文 一旦他蛊惑你成功 就会将你推到风口浪尖 把所有人的注意力 吸引到你的身上 这样就能替苗子佩做掩护 房间里突然传出了石震东的笑声 你们几个小年轻还挺不简单 但现在到底是晚了 连我都不知道 苗子佩跑到哪去了 他直接进入那一片 黑色建筑物去了 你们根本不可能找到他 回答石震东的 却是一阵沉默 好像外面已经没了人 外面大厅的确已经没人了 众人悄无声息地走出了大门 先查看了原型建筑的前三层 并没有找到苗子佩 便直接来到了城堡正中心的建筑物前 是三楼中间的窗口吧 秦次抬头向上看 目测了一下距离 众人都点头 刚才在迷宫的时候 目测然通过观察 揭晓了一个谜底 当站在迷宫东北角 向城堡望去的时候 有一面城堡的玻璃窗 反射出了明亮的光 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太阳光源 所以这种反射光非常奇怪 应该有所预示 你们昨天来这的时候 有没有检查到这间屋子 卫东问 这里的建筑物全都袭合一片 我们进去了 简直寸步难行 用手机照明 也无法看到任何东西 勉强去了两间屋子 就磨黑出来了 秦次试着攀登建筑物 外墙突出的岩石 发觉上到三楼 并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事 朱浩文跟在科学后面攀上去 希望这个窗户里面 是一个明亮的世界 五个老成员或快或慢地攀上了三楼 科学正想用准备好的石头砸开玻璃窗 却发现窗户并没有插着 从外面轻轻一拉 窗户就完全打开了 呈朱浩文的几言 这个房间真的很明亮 大家刚刚走进来的时候 只觉得亮闪闪的 简直晃得人睁不开眼睛 当大家适应了这里的明亮 终于将周围的景物 看清楚的时候 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这个房间的天花板 地板 以及多棱面的墙壁 全都是用镜子打造的 人走进去 就像进入了一颗钻石的内部 每个人的影像 都成千上百地 被折射在每一个角落 科学望着满屋子的人 有些头晕 大家注意 不要被自己的影子蛊惑 朱浩文说 这个 这 这 这想不被蛊惑都难啊 魏东揉了揉眼睛 望着镜子里 挨挨挤挤挤的人们 压根连自己都找不见 擒刺紧身地 停下了前进的脚步 我觉得不对 镜子里的那些人 不只是我们 魏东发出一声嘀吓 连连后退两步 那 那个 那边那个 那是 张天伟 可许向那边看去 却看到天花板的 一块镜子里 新贝贝 正探头冲自己笑 这个笑容有些自恋 就像是这个姑娘 正拿着手机 进行美滋滋地自拍 咱们 还进去吗 琴子迟疑着 迎头便看到 地板上的镜子里 鹤宇正在里头 抬头看着大家 突然将整张脸 都凑过来 用手蘸着颜料 在镜子上 画起了鲜红的图案 苗子贝 你在吗 柯讯突然吼了一句 第九十九章 没有影子的人 镜子里的影像们 似乎听不到 柯讯的声音 这些人仍旧 自顾自地 做着自己的事情 我们尽量 不要让自己的影子 和这些人接触 朱浩文有些警惕 下意识 按镜子里的角度 远离了表情 阴郁的张天伟 柯讯望着 一语拉起 自己袖子的 叶宁陈衣 这些人 应该对我们 没有伤害 就算某些人 有恶意 大概也只能 在夜晚 发挥影子的作用 柯讯就这样 看着自己 在镜子中的影子 被叶宁陈衣 打扰着 女孩似乎 很想拉起自己 但自己的影子 与她似乎 隔着一层 这使叶宁陈衣 无论怎样 也无法直接 接触到自己 这令柯讯 想起了 天人永隔之类的话 柯讯尝试着 抬了抬手臂 用自己 镜中的身影 和叶宁陈衣 打招呼 似乎真的 有些奏效 叶宁陈衣 盯着镜子里的 柯讯露出了笑容 柯讯用口型说 苗子佩 叶宁陈衣 有些茫然 还有些忧伤 轻轻地摇了摇头 将目光 转向了别处 不行 我在这里头待着 不舒服 魏东 捶了捶脑袋 感觉恶心 想吐 好像身体 要被分割了似的 其他人的感觉 也并不好说 此时都在强撑着 牟议然 一直没说话 他已经深入 进了整个镜子房 目光锐利地 扫视着每一块镜子 镜子里 这些人 伤不到我们 不要受他们影响 也尽量 不要细看 自己的影子 听牟议然 这么一说 魏东好像好些了 刚才的难受 并非实质性的身体感受 而是因为心理问题导致的 在这样到处都是影像的镜屋里 首先要克服的 就是心理问题 镜子里的人们大概也觉得无聊 他们纷纷用自己的颜色 消遣 结闷 贺雨已经用红色颜料 画了一大幅山水画 米薇则把黄色颜料 弄成金沙式的效果 做起了沙画 郭丽霞并不会绘画 就用手掌 沾上蓝色颜料 在镜子上拍下了很多 宝蓝色的手印 你们有没有发现 镜子里面其实也是分层的 那里面并非一个统一的世界 朱浩文摸着下巴 仔细地观察着镜子 的确 那些颜色像是存在于另一个层面或围动 并不受镜子折射的影响 他们单纯地按照颜色各成一遇 深邃的紫色 明亮的黄色 热烈的红色 柔和的绿色 清爽的蓝色 这些颜色以各种各样的姿态流动着 交织成一个新世界 快快快看那边 魏东发挥了美工的优势 很快发现了颜色中的bug 指着天花板一角的地方 那儿好像有两个黑点 所有人都将目光聚集在墙角镜面的 那两个黑点上 随着大家慢慢走近 发现所谓的黑点 则是两个字母 很随意的手写体 两个字母都向右下角倾斜 形成一种古怪的艺术感 二二 这是容让的缩写签名 大家猜测 柯巡已经将魏东架了起来 魏东抬手触到了天花板上 那个黑色签名 手指锁到之处 就像点在了水波里 那两个黑色的字母 化为了淡淡的墨迹 四散开来 当魏东的手指离开后 那些墨迹又慢慢聚拢 最后又合成了之前的两个字母 木一然皱了皱眉头 这是签名的影子 影子 签名还有影子 魏东有一些受不了这幅画里的叙叙实实的 任何事物都有影子 尤其在这个格外强调影子的世界 画下的签名更应该有影子 朱浩文看了看窗口 我认为我们应该立刻去迷宫 五位老成员默契地陆续从窗口离开 虽然柯巡此时一头雾水 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迷宫 另一个懵懂的追随者是魏东 此时就跟在柯巡身后出了窗户 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 房间镜子里的一片金黄色 被人擦拭了一部分 露出里面的一张脸 是苗子佩 他似乎正在尝试调配着最纯粹的颜色 脸上带着凝重 而虔诚的表情 五位成员沿着城堡墙壁喷到底面 马不停蹄地向迷宫的方向走去 经过那个水池时 柯巡还是停下脚步 向李张望了几眼 里面关于苗子佩的车轮型图案的前壁 全都消失不见了 众人从柯巡的表情里猜到了结果 心里沉重之余 却更生紧迫 今晚黑影就集齐了 红黄蓝三原侧 能力恐怕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我有一个办法 虽然作为走迷宫是犯规 但目前也只能出此下策 柯巡露出了一个略显无赖的表情 见沐亦然也将目光投过来 柯巡才继续说道 我们不必在巷道里抹黑前行 而是要像夜行侠那样 飞檐走壁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在这些灌木墙上面行走 这样就能像迷宫里的情况 看得一目了然 沐亦然打量着迷宫的灌木墙壁 认为这个办法行得通 柯巡已经灵巧地攀上了灌木墙壁的顶端 这些灌木非常结实 完全可以承受一个成年男子的重量 柯巡做了个眺望远方的姿势 视野不错 至少能看清三个环道 另外几人也都陆续攀上了灌木墙的顶端 除了魏东稍微有些恐高之外 其他人都比较适应 现在跟我说说 你们为什么将签名锁定在迷宫 柯巡的平衡感很好 站在高高的墙顶依然如履平地 你们在劳作的时候 我们几个在迷宫里有了新的发现 回答柯巡的是琴刺 我们发现了隐藏在迷宫里的那个人 他速度很快 我们没能围堵成功 但是那个人的确有些与众不同 他没有影子 这个发现令柯巡意想不到 那个人什么样 衣服上有些花花绿绿的图案 他跑得太快 没能看清 但他没有影子这件事 我们都能确定 柯巡感觉离真相越来越近了 也就是说 这个没有影子的人 才是那个黑影真正的实体 众人表示了默认 大家开始沿着墙壁慢慢向前走 并左右观察着每一个迷宫环道内的情形 魏东走得最慢 生怕不小心一脚踏错就咕噜下去了 小偷看来会阻碍大脑的运行 我现在光绷着走钢丝的劲了 你们刚才说什么 那个人住在迷宫里 他的影子住在城堡里 难道他能和他的影子分开 沐亦然看魏东走得呼呼悠悠 伸手拉了对方一把 那个镜子屋绝非空穴来风 应该是影子和他实体见面的地方 魏东这还是第一次接触沐亦然 突然觉得对方也没那么高冷了 还有几分难得的亲切感 谢了啊 那照你们这么说 签名也一样 影子在镜子屋 真正的签名 在迷宫 沐亦然发现 自己拉了魏东一把之后 对方就没再松开手 手劲全是汗的 使劲攥着自己 就在魏东觉得 沐亦然越来越亲切的时候 突然听到 对方冷冷的来了一句 你先蹲这等着吧 害怕摔倒 而降低了底盘的魏东 疑沉无语 远处的柯群甩给魏东一句 东子 你就留在外围观察吧 再往前走一步 就有可能栽些去的东子 急忙点点头 直接颤巍巍的 蹲在墙头了 我看见那人了 秦司快速向前挪动脚步 指着前面的一处向道内 四人配合默契的 沿着外围道路 将迷宫里的人 暗暗包围 那个人的速度很快 也很熟悉迷宫的布局 但是渐渐地发现 一人难敌四手 索性停止了跑动 此时 大家已经将那人 逼向了迷宫的正中心 那人也不再走动 直接在原心位置的草坪上 坐了下来 柯群从墙壁上翻下来 和那人保持了一个 比较安全的距离 朱浩文和沐亦然也陆续下来 只有秦司 依然留在指高点上 保持着对四周的警惕观察 这个人 穿了一件很大的袍子 上面绣着四种颜色的图案 血红色的月亮 蓝色的圆形和灵形 鹅黄色的车轮 以及橙色的迷宫型纹理 如果说月亮 代表张天伯 圆形代表郭丽霞 灵形代表新贝贝 车轮代表苗子贝 这些都是被吸取了 颜色的成员 那么这橙色的迷宫图案 又属于谁 难怪我们会被分成五种颜色 除了三原色之外 又分出紫色和绿色 两种尖色 唯独少了一个橙色 朱浩文的眼睛 停留在这个人身上 原来你本身就是橙色的 这个人很瘦 但是目光炯炯有神 整个人看起来有些怪异 大概是没有影子的缘故 这个人一句话都不说 其实我觉得吧 各种颜色都有极美感 喜欢什么颜色的人都有 那些喜欢鸭屎黄和胆质绿的人 也大有人在 柯循清了清嗓子 到处开场白 反正所有的颜色归在一起 都是黑色 那为什么不享受一下 这些彩色的过程呢 这些颜色想分就分 想合就合 干嘛不给自己一点自由呢 无影人冷漠地看了柯循一眼 不说话 柯循还真没领受过这种 千年寒冻般的眼神 和此人相比 木亦然顶多算是一盒冰激凌 还是柠檬香草味的 签名一定是被此人藏起来了 从他冰冷的眼神看来 就算将其用尽酷刑 也不会说出半个字 我愿意贡献一部分紫色 木亦然最后开了口 这样你们就能凑齐六种颜色 从而得到你们想要的黑色 别胡来 柯循脑中瞬间显现出 那个炮人用的大玻璃罐子 生平第一次向木亦然吼叫 我们已经找遍了能找的地方 如今可以确定 签名就在这个人身上 首先跟大家道个歉 前期因为工作原因 和个人的一些其他的原因吧 导致很长时间没有更新 那么从今天开始 老王将恢复化妇的更新 希望喜欢的朋友呢 能够继续关注 继续收听 第一百章 二二 夜晚到来 你们只有死亡 披着彩色袍子的男人 终于开口说了第一句话 只要不违反死亡条件 我们还有四个夜晚的时间 木亦然冷冷回答 远处飘来魏冬的声音 木老大 咱俩都是紫色 要是咱俩把颜色加到一起 都贡献出来 是不是也会变成浓缩版的小人啊 魏冬的声音又旷远 又惨兮兮的 所有的颜色都只是象征 木亦然的眼睛盯着眼前 这个没有影子的人 我们贡献几滴血 只有几滴 这个人一阵冷笑 我可以随意咬了你们的全部 如果你和你的影子分开太久 会怎样 木亦然突然反问 此人的脸色难看起来 甚至有些愤怒 四个成员互相交替了一个短暂的眼神 或许是这几幅画闯下来 大家都有了难得的默契 我没有很多办法 可以毁掉镜子屋 秦次这句话 用一种医者的严谨说出来 竟具备着一种科学的信服力 最起码 可以让照镜子的人 看不到自己的影像 我们也有很多办法 可以毁掉原型建筑 第六层的玻璃罐 诸浩文露出了游戏玩家 百年难得一见的严肃表情 最起码 可以让人打不开上面的盖子 我们的耐心有限 不想在这里再多好一个晚上 甚至多好一个小时 科学这次完全是个 脾气不好的街头爸爸 三人这么一来 沐亦然就展开了擅长的 无台词高冷风格 远处传来魏东的喊声 就这么着吧 我们出几滴血 你给我弄个签名 咱们双赢 魏东完全是小商小贩 强买强卖的口吻 男人似乎在思索着 这个看似霸道的题 朱浩文却暗暗看了看 自己身上绿色花纹的衣服 如今这个男人身上缺少的颜色 除了紫色 就是绿色 不知道被蛊惑了的 石振东那边怎么样了 他和自己一样 同属于绿色 此时将近正午时分 整个迷宫显现出一种 亮晶晶的生机勃勃 整个城堡也焕发出 鲜艳迷人的色彩 石振东气急败坏的 在被木条叮嘱的房间里 躲着步子 那些成员们离开之后 一直都没回来 或许他们已经 真的找到了签名 或许他们遭遇了危险 如果这些人 真的找到了签名 石振东不信 他们会弃自己于不顾 自己仅仅是被这幅画 蛊惑了 但依然活着 只要和大家走出话去 就是一条性命 他们若是丢弃了自己 那无异于是在害命 石振东冷静了一下 设身处地地想了一下 如果自己处在 柯巡等人的位置 会怎样处置石振东呢 他们一定会想办法 远离自己 生怕再次受到蛊惑 但是他们找到签名之后 又不可能弃自己不顾 有什么办法 可以二者兼聚呢 石振东想通了这一点 就开始在房间里寻找 这些人一定给自己留了后路 果然 石振东在家具和墙壁之间的缝隙里 发现了一把斧头 这把斧头生了锈 用起来很不趁手 若是想把门或者窗的木条砍开 大概得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 如果柯巡他们失败而归 就会想办法再次将自己置顾 如果在这段时间里 那些人如期找到了签名 自己便也可以在天黑之前出去 只是比那些人晚了一步 石振东想到这里 便抡起袖顿的斧头 砍向了窗户上的木条 此时的迷宫里 没有影子的人穿着宽大的袍子 面无表情地走向了 离自己最近的那个人 朱浩文 朱浩文深吸了一口气 感觉伙伴们在从四面八方 向自己慢慢围隆 心里渐渐有了些底气 而面前这个人身上的图案 突然之间发生了变化 于红黄蓝紫成的花纹中 突然出现了绿色的长线条 那种变化猝不及防 令朱浩文不由自主地 打了个函紧 这些绿色的长线条 正是属于石振东的花纹 而此人身上的紫色花纹 则来源于刚才木亦然 和魏东贡献出来的几滴血 所有的目光 都集中在这些绿色的线条上 男人面无表情地 你们的伙伴 最终也没能摆脱心魔 我与他做过太多交易 他已属于花的一部分 无法离开 没想到这个人 现在就对石振东下了手 这是否意味着 大家离出话不远呢 成员们谁也没作声 静静地望着男人 走向绿色植物的墙壁 瘦长的手在植物间摸索一阵 就拉开了一道隐形的门 男人走进门里 背影萧条 当众人赶上去的时候 那门已自动合上来 大家将覆盖在门上的植物 纷纷拨开 渐渐还原了这道 古老木门的真实面目 木门斑驳的门上 有着两个清晰的字母 字母的颜色漆黑饱满 R R 手写体很随意 也极具艺术感 正如同刚才在镜子屋 看到的签名倒影 每一个R 都向右下方轻轻倾斜着 至于那个已经离开的男人 最终是否战胜了自己的心魔 谁也说不清 身披斑斓彩衣 写出的字 却如同舟山洞一般抹黑 门上的签名 放射出炫目的光 众人面前出现了 一幅巨大的画框 即使猜到结果 但是面对画框 众人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第一次 以从容的姿态出画 熟悉的五个同伴都还在 本该暗喜 却又有悲哀 五个男人穿过黑暗 再次看到光明的时候 居然没有觉得刺眼 真实世界的色调 同画里相比 显得灰白而单调 面前的这幅画 是由诸多艳丽的色彩组成的 看似毫无规律 但那些圆形 菱形线条等等各种图案 对几个人来讲 都具备着非凡的意义 这些图案的组成 行思迷宫 作者的签名 罕见地 签在了画面的正中 黑色的字母 写了容让的签名缩写 R2 此刻这个展厅 只有成员五人 字面墙壁上 摆满了各种颜色艳丽的 野兽派画作 走吧 秦次提醒一句 大家默默向展厅外面走去 刚打开大门 却迎面看到一幅巨大的油画 油画的油彩未干 五个男人无疑幸免地 全被沾上了颜色 魏东看了看惨不忍睹的T恤 却是一脸劫后余生的感慨 妈 刚才吓死了 我还以为又要入画了 很快从那幅油画后面 走出了志愿者 真对不起啊 刚才看这个展厅还没有人 就直接把作品推进来了 说话的 正是叶宁晨一 站在他身边的是苗子佩 两个人都表示了无限的歉意 还执意要赔偿几人的衣服 但柯寻几个人 更坚决地婉拒了 叶宁晨一还想说什么 忽然听到外面有人大喊 你被晕倒了 赶紧叫救护车来吧 两人听见这话 就急忙赶过去看 柯寻几人这才离开展厅 先去卫生间将手臂上和脸上的油彩洗去 各自带着一身五花八门的颜色 离开了美术馆 米威他们 那些其他的人 会暂时留在世上多久 诸好文文 多则一个星期 少则利吉 秦次回答 顺便摸了摸裤子口袋 发现已经有一张门票在那里 下一站 方盒子美术馆 眼前的世界 已经随着上一幅画过去 众人甚至不愿和曾经的话中人 多说几句话 无论怎样都要诀别 生死离别过多 却也无法让人彻底麻木 咱们还是先换身衣服吧 这身打腕太着眼了 魏东看了肯浓墨重彩的诸位 那些行人 还以为咱们是搞人体艺术的呢 这座大学美术馆 恰恰位于大学后面的一条青年街上 街边就有卖衣服的小店 于是几个人走进了一家 卖休闲服饰的店 店面很小 墙壁上挂满了形形色色的T恤 印花风格先锋尖锐地过头了 显得有些老土 燕粉色的竖起中指的大手 戒绿色的生有六对哺乳工具的女妖 脚底板涂了很多颜色要高的巨角 另外一面墙全是可爱风 T恤上印着各种水果和食物 我来个香蕉的吧 柯旋直接选了一件印香蕉图案的 同时将一个印菠萝的摘下来 亦然你来这件吧 菠萝图案上除了整个的菠萝 还有切成片挖了芯的菠萝圈 墨亦然皱了肉眉 直接选了另一件 上面印着几颗粗大茁壮的甘蔗 朱浩文选了几牙碧绿烟红的西瓜 印在奶黄色的T恤上 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八十年代的小镇风格 琴次选了一件最不起眼的白T恤 上面有几个青橄榄 哎 我就这件了 我爱吃麦力酥 魏东直接换上了新T恤 天蓝的颜色 上面都是巧克力色的球 袒露着里面雪白的壤 朱浩文看了看 你这个不是麦力酥 我这个是Coconut Coco就是可可吧 Nut就是坚果吧 魏东有时候还真挺崇拜自己的翻译领悟能力 这就是一种含有坚果的麦力素 朱浩文还想说什么 但还是生生咽下去了 麦力素就麦力素吧 都出话入话这么多回来 还管他什么椰子 什么麦力素呢 于是五个大男人 集体穿着水果T恤 走在大街上 有着说不出的反茶萌 你们直接回S市吗 我和你们搭办 说话的是朱浩文 我表哥过两天结婚 就在S市 呵 这回热闹了 魏东的话还没说完 就听见秦次也说 我碰巧在S市有个围棋一周的医学交流会 身穿香蕉T恤的柯循 歪头看了看 穿着甘蔗T恤的沐亦然 怎么着 咱们五个在我的地盘聚聚 庆祝一下劫后余生 沐亦然这次没有冷脸 穿着水果T恤依然玉树临风 简直把甘蔗穿成了紫竹的效果 我这两天没空 得安排时间 秦次笑道 那我们就等你安排 大家同生共死了这么久 还没有一起坐下来 在外面吃过一顿饭 真有些说不过去啊 对对对 咱们也不去饭馆 就去柯家 让他给咱们整一桌 魏东俨然一副坐东的神情 对 都认识门 柯循也笑道 柯循